等我都说了 我跟肯定的箱子再也关不上了 突然间这官员又发现了 Suddenly I saw the officer's face light up 突然间我看到这个官员的脸上放出光彩来 找到东西了 这个light up咱们得看一看 不是官员脸上着火了或者灯亮了 只是露出光彩 因为喜悦或者是高兴啊 这个很好的事情脸上露出光彩 我们看什么意思 If someone's face or eyes light up they show pleasure, excitement, etc 因为喜悦或兴奋等等 脸上或者眼中露出光彩 叫light up 它的主语呢 是眼睛啊,脸呢 都可以喜悦、兴奋 脸上或眼中露出光彩 比如说 His eyes lit up with laughter 它的脸上因为笑容呢 眼中露出了光彩 很高兴、开心的事 眼中露出光彩 再比如说 Her face lit up with pleasure 它高兴地脸上露出了光彩 面容露出光彩来 有神采 这个lit就是light 一般过去识 它的一般过去识既可是lighted 也可是lit都行 本文中也是 它因为很高兴 脸上露出光彩来 为什么呢 He had spotted a tiny bottle at the bottom of my case and he passed on it with delight Spot不说了 第一刻讲过 就看到发现tiny就小不丁点的 他在我箱子底下发现了不丁点小的小瓶 这么小都被他看到了 怎么样呢 and he pounce on it with delight 他高兴地一下子蹦住 摁住了这个小瓶子 扑上去摁住瓶子 猛扑上去叫pounce 如果扑住了某个东西 后面可以加其次on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pounce pounce 它一般不过形容老虎扑东西 你看有腾空的动作 扑下来扑住这个东西 你看半圆形的pounce 对吧 我们看例子 the line crouched ready to pounce crouch 就是握在那儿 拳在那儿 这个狮子拳起了身体 准备好要扑上去 这个pounce可以这么说 如果扑住什么呢 下期词 比如说the hawk pounced on his prey 这个hawk 表示这鹰 这只鹰扑住了它的猎物 这个prey当名词是猎物的意思 你看 从空中俯冲下来 扑住了这个东西 本文中也是 一下子蹦起它摁住了 你看 这要纳税的东西 它是猛扑过去 可以用它 但是我们在第十课 还见过猛的跳下去 第五十页的十五行到十六行 出现了猛的跳下去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plunge plunge 如果跳到什么里边呢 可以加into 五十页的 咱们看第十五行到第十六行 第十课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气船的命令被发布 并且数以百计的人 扑通扑通扑通 跳进了冰冷的水中 猛跳进去 叫plunge 进去加into就好了 还有一个 猛冲过去 向什么什么猛冲过去 动词可以用charge 就猛冲 冲向什么东西 后面加其次at charge at something 猛冲过去 这个也行 这个我们在第39课会碰到 我们看第178页的第二支一行 178页的第二支一行 Bruce charged at it But in the middle The car came to grinding hot 布鲁斯向这个大裂缝猛冲过去 但是车开到一半 汽车支扭一声停了 向什么冲过去 charge at 这是几个猛的动作 本文中是高兴的猛扑了上去 高兴地 咱们刚才说了 with delight 相当于delightedly 高兴地 兴奋地 扑了上去 但是这个咱们得提一提 为什么呢 这个delight它的副词有两个 delightedly 是感到很高兴地 扑了上去 这个可以替换 但是delightfully 叫令人高兴地 本文中是他感到高兴 他感到很高兴 并不是他呢 令我很高兴 所以本文中delightedly 这个替换是正确的 这两个副词不一样 不一样 咱们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句话说 she delightedly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她高兴地 接受了这个邀请 她本身感到很高兴 别人邀请我的 但看这句话 the evening is delightfully cool 这个夜晚 是令人很高兴地 那么凉爽 那么很愉快 这个delightfully 是令人高兴的 夜晚很凉爽 比白天凉快 令人觉得很好 就delightfully 就令人高兴地 你看在新干年三四册里 好多好多这种例子 咱们看是不是 分得很清晰 我们看一个 二十三课的例子 一百一十四页第十六行 一百一十四页的第十六行 有这么一句话 Robert was delighted to see me and equally pleased with my little gift 罗伯特看到我呢 他感到很高兴 并且看到我带了小礼物 也觉得很开心 delighted 是delightedly的形容词形式 但是也是继承了 感到高兴的 看到老朋友 他觉得很高兴 这个用的是对的 再比如说我们看 你看第二百六十四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 第五十九课 二百六十四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 Indeed they can have a delightful surprise when they find something useful which they did not know they owned 当他们看到一个有用的东西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确实呢 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喜悦 就又惊又喜的感觉 令人愉快的喜悦 叫delightful 你看跟感到愉快的delighted 这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这两个形容词 我们再看副词 副词在第四册的三十二课 叫加利略重生 第四课三十二课 The old view of Galileo was delightfully uncomplicated 以前对于加利略的看法 令人愉快的 不那么很复杂 这个看法不复杂 这个事本身是令人快乐的 令人很开心的 叫delightfully 它并不是本身感到很开心的 注意这是不一样的 百分钟感到愉快的 应该换成delightedly 这个是正确的 这两种词特别有搞混 咱们注意英语确实精确的语言 这个海关官员看到之后 很开心说 perfume he asked sarcastically 是香水吧 他讽刺的问 这个a是个语气词 注意 是个interjection 是个语气词 我们读一下 只发a这个发音 大概要声调 慢慢来遍 a a 这h是不发音的 什么意思呢 is for asking someone to agree with you 就是用这个东西备用来呢 是让对方来同意自己 是香水吧 啊 希望对方 是是是是 是不是这 啊 希望对方能同意 这个语气词 比如说 pretty good 哎 很不错吧 是不是啊 希望对方同意 叫a 但本文中这个a 有讽刺的味道 所以叫 he asked sarcastically 他计讽的讽刺的问 我们在这说了 可以相当于 he asked ironically sarcastically 这两个副词能替换 或者也可能刚才我们讲过 那个借词加名词 是不是可以说 perfume a he asked with sarcasm with irony 或者加羞耻 with heavy sarcasm with heavy irony 带着浓浓的讽刺的语气 他在问 是香水吧 with加名词也行 还可以用我们 词中讲过的 修士语 heavy 浓浓的 讽刺的这个味道 是香水吧 啊 作者当然不承认了 这个当然他后面接着说了 是香水吧 他后面说 you should have declared that perfume is not exempt from imper duty 这个东西可应该申报上水哦 香水是不能买棉进口水的 他以为自己中路 这个终于抓住把柄了 you should have declared that should have done 或ought to have done 勾起来咱们回忆了 在第一课就讲过 should have done 或ought to have done 一般都有责备的语气 什么意思呢 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 这个应该申报啊 你为什么没有申报呢 一般来说带有责备的语气 叫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这个人没有做 有的时候说自己呢 就是自责了 这个都行 我们回忆一下看第二册 新概念第二册 第六十五课 小巷江博对警察 第二册的第六十五课里边 He should have known that the police would never allow this sort of thing a policeman approached Jimmy and told him he ought to have gone along a side street as Jumbo was holding up this traffic 所以这个人呢 他本来呢 应该知道 警察绝对不会允许 这种事的 然后呢 他这个带着小巷 走 把路给堵住了 一个警察走了过来 接近了这个Jimmy 然后跟他讲 他应该呀 走路边的小路的 因为这个江博 这只巷子怎么样呢 已经把交通给堵塞了 你看应该做的事情 却没做 应该走小路 他就走大路 他应该知道 但是他却 他还是这么来做 应该做的事 却没有做 带有佐倍的语气了 这个用的是对的 这是新冠的二次的老知识了 咱们再看一个自责的语气 看这个例子去 How I regretted the hours wasted in the woods and the days when I had played and should have studied 这是自责了 应该做就没做 哎呀 我是多么的遗憾 那些我浪费在树林子里 和田野之间的那些时光 天天在那玩了 哎呀 还有那些日子 什么日子呢 本来应该学习的 我却天天在玩耍的日子 现在老了之后 老大涂伤悲 你看这自责 应该做的事情却没做 应该学习 却玩耍了 这是这个责备的语气 这是咱们第一课 老知识的复习 也有第二册 第二册老知识的复习 然后他说 香水不能免进口税哦 这个be exempt from 是免于某事 这个是简单搭配 咱们记住就好了 一定记住就好了 先读一下这形式 免于的 这个赦免的 豁免的 我们读一下 exempt exempt 注意一定加 be exempt from something 免于某事 一般人也可以做这事 但是他呢 被免于了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后面直接加名词就好了 比如说 children are exempt from the charges 儿童可以免除这些费用 儿童免费 charges可以表示 所要的这个钱了 再比如说 currently developing nations are exempt from certain restrictions on carbon emissions 那么currently 就是now 现在目前的意思 目前呢 发展中国家 可以免除某些 对碳排放的限制 restriction 叫限制 它后面一般是跟 gees on搭配的 发展中国家 因为经济落后 它可以免除某些 对碳排放的限制 免除什么 叫be exempt from 而且这个exempt 这词 不但可以当形容词 也可以动词 当动词来用 发音评写都不变 它叫exempt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使某人 免除某个东西 发音评写都一样 咱们再读一下 exempt exempt 这当动词来用 我们看一个例子 He had His bad eyesight exempted him from military service 什么叫 military service 就兵役嘛 他的糟糕的势力 使他免于兵役 同龄人应该 上战场打仗 但是他势力太差 半瞎了 像李老师上战场呢 恐怕把自己的军官 就打死了 打死自己人了 因为看不清楚 所以视力太差 只好免除兵役 使他免于服兵役 是这个意思 好 本文中文是用形成词 香水不能免进口税哦 进口税也就是关税 我们看一些例子 infor duty是关税 也可以叫customs duty 一样的也是关税 就进口的东西 必须要上税 或者干脆叫tariff 这个术语 也是关税 一样的 我们把最后这个术语读一下 tariff tariff 就是关税 你看这个 形根电四册第八课 贸易标准里面说 当今是什么呢 是国家之间 规章制度的区别 而远远不是 关税问题 tariff 对吧 它阻碍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put sand and wills up 四册会讲到 这是阻碍的意思 这关税叫tariff 相当于imput duty duty呢 咱们字典解释是税 但是我们知道 tax也是税 这两个税呢 有什么区别呢 duty用的范围要窄得多 duty只能表示 对商品征收的税 而且一般都是 进口货物征收的税 叫关税 而这tax呢 各种税都叫tax 你看我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income tax 叫个人所得税 是个收入去纳的税 这个就不能用duty 再比如说 property tax 这叫物业税 你拥有财产 用地要交的税 这个当然也不能用duty 再比如说 sales tax 叫做营业税 还有像 inheritance tax inheritance是遗产的意思 这是遗产税 这些都不能用duty 但是tax 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各种税都叫tax 大家在用的时候 就不会用错了 好 本分钟说 你这个东西不能管免关税哦 但坐着急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but it isn't perfume I said it's hair gel 他说这并不是 这个像水吗 看清楚啊 这是 发胶 或者给头发 这个定型的发胶 叫hair gel hair gel 是什么意思 咱们看看就明白了 hair gel a thick liquid substance which is put in the hair to help the hair keep a particular shape or style 一个黏糊糊的液体的物质 它被放到头发里边 帮助头发保持一个某一种形状 和某一种发型 定型的发胶 这不是香水吗 这是发胶 然后作者可能觉得自己 着急语气太生硬了 毕竟人家是官 不好意思了 所以补充 这是一种我自己做的 奇特的混合物 这个add在这注意 不是做加法 而是补充说接着说 什么意思呢 to say more about something that has just been said 对刚刚说的话 再多说一些 再补充一些 这个add就补充说接着说 这个意思 I have nothing to add to my earlier statement 我早先的这个声明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要说的都说了 这个add在这补充说接着说 常见搭配呢 今天后面可以加 编语从句 某人补充说什么 后面加编语从句 其实就是个间接语语了 补充说 咱们看一下例子 Everyone will be invited to vote he said adding that voting is likely to be via the web 这是补充说了 再补充说 他先说什么呢 他说每一个人都会被邀请来投票的 他说 然后又接着补充说什么呢 补充说这个投票将通过网络来进行 就补充说了 这add in做前面的set 他的伴随壮语了 说完之后又补充说 这个下面的例子出在我们新概念第三册的第四十课 咱们看看具体出处 在我们第182A的第十一行到第十二行 182A的十一到十二行 第四十课里面 he added that 不能说他做假法了 他补充说 接着说 一个学生打扮成了警察的模样 并且跟人们在开各种各样的很愚蠢的玩笑 就是他补充说 接着说 这个add是个意思 然后本文中是微笑着补充说 毕竟得请求人家 得批准猜想 微笑着 说这个do something with a smile 可以看作一个固定搭配 而且不光是with a smile 伴随着一个微笑 在做模式 还有with a laugh也行 这个love就大笑了 伴随着一个大笑 对吧 或者with a sneer sneer叫嘲笑 讥笑 或者我们说with a shock 震惊地做模式 with a sigh 叹息一声 做模式 with a start 大家还记得吗 with a start在第二课讲过 一机灵 做模式 都可以用with a 加这个人的各种动作 微笑 大笑 嘲笑 震惊 叹息 一机灵 都可以用它 咱们这个例子特别多 咱们看看这个第24课的例子 118页第21行 118页的第21行 Oh that he said with a smile as if he were talking about an old friend 啊 你说那个呀 他微笑着说 好像他在谈论一个老朋友一样 微笑着说 he said with a smile 跟本文中是类似的 再看第二册的第50课 第二册的第50课 乘车兜风 这二册的回忆了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looking around I realized with a shock that I was the only passenger left on the bus 往周围看了一看 我非常震惊地 明白了这么一个事 发现了这么一个事 我是留在公共汽车里的 唯一的一个乘客 别人都下车了 只剩下我一个了 震惊地 do something with a shock 也是人的一个感觉 人的一个动作 一个感受 那再比如说 我们在第二册的第74课 舞台之外 第二册的第74课 结果二册同学 勾起了温暖的回忆了 oh is it said a sheriff with a sneer well I'm Brinksley Mears and my other name is Glory Gleam now you get out of here fast 就是他们这几个演员 在那去郊游 这个地方治安长官 他们都快点走 演员说我们是大盘明星 你不要这么苛刻 这个治安官 他不相信 哦是吗 你们这是大明星 然后他讥笑着 这个说 嘲笑着说 那么好 那我是Brinkley Mears 这也是大明星的名字 他就我也是明星 我另外一个名字叫 Glory Gleam 这都是当时的大明星了 赶紧你们快给我滚开 讥笑着说 do something with a sneer Sneer是很不礼貌的 嘲笑 讥笑 可以用它 这是二册的第74课 我们再看第二课里面 在十八页的第五行 第三次的第二课 十八页第五行 然而有一天晚上 牧师一机灵醒了 Wake up with a start 这一机灵醒了 这个大钟正在打点 大家可能还记得 再比如说 我们看一个叹息 看一个叹息的例子 He slowly sat down with a sigh And closed her eyes 这女孩子可能累了 或者有什么伤心事 他叹了一口气 慢慢地坐了下来 并且闭上了她的眼睛 你看 叹着气作模式 do something with a sigh 都是with a 加人的各种动作 感情等等 类似 咱们通过例子 可以把它搭配 顺便记住 然后我微笑地补充说 这是一种 奇特的混合 string mixture I make 我制作 怎么制作 Myself 我自己做的 不是买的 是我自己亲自做的 这个是个重点 Myself Oneself 这个词可以做壮语 但是跟另外一个壮语 Buy oneself 不要搞混 这词书别看 对话很简单 但里面重点特别多 记住 Oneself 是亲自做模式 Buy oneself 是独自一个人 做模式 没有帮手 这个做壮语 意思是不同的 咱们再仔细看一看 Oneself 强到亲自 而不是别人代劳的 而这个Buy oneself 它等于alone 它强到独自 什么意思呢 不是强到没人代劳 而是强到没有人陪伴 或者帮助 是独自 没有别人在旁边 陪伴或帮助 而Oneself呢 强到亲自 不是别人来代劳的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本分钟用Oneself 是最的 这是我自己做的 不是买的 我们看一看 Oneself的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 46颗的题目 第三册 第46个题目 Do it yourself 自己去做 这就是我们说的DIY 自己去做 这个等于yourself 不能说buy yourself 不是你独自一个人做 而是你自己做 而不是买现成 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我们看 第212页的第19行 到第2场 212页的19行 到第2场 I would not hear of the suggestion and said that I would fix it myself 我不愿意听从 我老婆的这个建议 并且说呢 我自己来修理 他老婆建议说 请个人来修吧 不用请人修 我自己修 你看强到亲自 而不是别人代劳 请工人干嘛 甭花那钱 我自己来 这个当壮语 是对的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在四册的第9课 新概念四册第9课 就是阿尔弗里德 讲这个阿尔弗里德大帝 去当间谍 当阿尔弗里德的小股的部队 在这个Athony这个地方 慢慢开始集结起来的时候 国王亲自刺探到了盖斯勒姆的军营里面去 盖斯勒姆是当时丹麦侵略者的守军 这个用的himself 也是表示亲自 他不是请手下人去当间谍 国王亲自去当间谍 是王室谍报活动 这个用himself用的是对的 但是大家发现by oneself就不一样了 他想到独自的 他相当于alone这个词 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y are living by themselves 他们独自居住 没有人陪伴 相当于they are living alone 对吧 就不能说they are living themselves 他们亲自住在那儿 这个不同顺 他们独自住在那儿 没有人陪伴 而不是别人带牢 再看这句话 one can't play tennis by oneself 一个人独自打网球是不可能的 必须有人陪伴 你就不能说one can't play tennis oneself 一个人不能亲自打网球 打网球肯定亲自 不能别人代劳 他说一个人独自是不能打网球的 这相当于alone 相信大家分得清清楚楚了 本文中不是独自一个人 而是我自己亲自做的 不是买的 我亲自做的 as I expected he did not believe me 正如我预料到的那样 他不信 他要相信的话 这个事儿 这个故事情节到不了高潮了 这个本句话 做个语法成分分析 as I expected 注意 这是s引导的一个 非限定性的定义从句 这个s一定是关系代词 它修饰的不是某一个先行词 而一定是整个主句 后面它修饰是后面 画横线的白颜色主句 它不相信我是不是正是我预料到的东西 这个关系代词s在定义从句里面 无疑是充当动词 expected它的定义 标准的定义从句 我们知道as引导的 非限定性的定义从句 它的位置灵活 它可以放在主句前 放在主句后 放在主句中 都行 位置灵活 而别的定义从句 是没有一个能够放在主句的前面的 只有它可以做到 所以这种非限定性的定义从句 比较特殊 这是新概念二侧知识的复习 而且这个s一定修饰整个主句 而不是某一个先行词 咱们复习新概念第二侧第十四课 新概念二侧的第十四课 as a song learned he was English himself 正如我很快就了解到的 他本身就是英国人 我还问他您会说英语吗 大家还记得二侧第十四课 这个s呢 它是关系代词 在定义从句里面 充当learn这个动词的宾语 我了解到的正是这个情况 它修饰什么呢 整个主句 它本身是英国人 这是我很快了解到的 对吧 好 咱们再看第二侧的第七十八课 第二侧第七十八课 anyway as Brian pointed out it is the easiest thing in the world to give up smoking 无论如何 正如布莱恩指出的 那么戒烟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了 s引导定义从句 你看它是做point out指出的宾语 布莱恩指出 指出什么呢 它修饰是整个后面这个画线的主句 戒烟是世界上最终的事 这个正是布莱恩指出的 这是s引导的 非线的线线线线 对吧 这二侧第七十八课 三册中还有 在三侧的一百五十四页的十二行到十三行 一百五十四页的十二到十三行 三十三可难忘的一天里面出现这么句话 你看这个句子里面 s引导的从句放到主句后面去了 可见的位置灵活 things can go wrong on a big scale as a number of people recently discovered in Parramatta a suburb of Sydney 事情可能会大规模的变糟 正如一些人最近在悉尼市交Parramatta 发现的那样 你看这个s还是关系代词 在定义从句里面还是充当discover 这个动词的编语吧 发现什么呢 它修饰整个主句 事情会大规模的变糟 正是人们发现的情况 标准的定义从句 当然这种定义从句 到了第三十三个还有四册里面 会讲得更深入 咱们今天先做复习 先做一个认识 他并不相信我 就是说 那你不信你试试吧 try it I said encouragingly encouragingly叫鼓动性的 我鼓动去 试试吧 你试试看 你闻闻吧 这个意思 try it 是个口语试试吧 这个可以把它背起来 除了说try it 我们鼓动对方 也可以这么说 give it a try give it a try 给他一个试试 其实意思一样 有的时候 也可以这么说 give it a shot give it a shot 不能说给他一枪 那不他打死了 不行啊 这个shut 做名词 也是试一试的意思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几个 注意这个连读 give it a give it a 中间这字母 替回浊化 变成the give it a give it a 我们大声里面 try it try it give it a try give it a try give it a shot give it a shot 都是鼓动对方 试试吧 你不信试试 试试 这个当官的 还真听话 the officer unscrewed the cap and put the bottle to his nostril 这个官员拧开了瓶盖 并且把瓶子放到了鼻孔那里 这个and screw叫拧开 它的反义词就screw 叫拧上 拧紧 这个词特别好记 screw这个词本身就是名词 当名词来用 可以表示螺帽 螺丝钉的意思 做动词呢 就是拧紧 拧上 比如说 screw a bulb in 把这灯泡拧上 bulb 就是light bulb 灯泡的意思 把灯泡拧上 那拧松和拧下来呢 就要unscrew就好了 对吧 你比如说 he unscrewed the cap of her water bottle and gave him a drink 他把这个水壶的 这个盖拧了下来 并且给了这个男的 一点水喝 这个unscrew 就要拧下来 screw呢 是拧上 跟那个打包pack 从包里拿出来 unpack 可以同时记 and even 都是相反动作 下一句话 这个好像有点不好理解了 he was greeted by an unpleasant smell which convinced him that I was telling the truth 他首先闻到的是一阵 令人不愉快的味道 这不可能是香水了 而这使他相信 我确实说实话了 这句话语法成分 先看一看 白颜色的是句子主干 他首先闻到的是一阵 不愉快的味道 后面这个定义从句 which引导到句末 整个是定义从句 修饰这个smell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怎么样呢 关系代词 which在定义从句当主语 然后这个味道怎么样 使他相信 convince somebody that 这个that从句 画横线的是 牵涛在定义从句内部的 一个定义从句 他则动辞convince的定义 convince somebody that 加定义从句 这是咱们以前讲过的一个结构 这是语法成分的分析 但是关键是 be greeted by 这不好翻译 我们知道 greet g-r-e-e-t 前面例句中见过 本来是问候打招呼 I greeted Philip with enthusiasm 我热情的像 像Philip打招呼 但是本文中 be greeted by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不好解释 单看英文解释 更精确 offside 表示一个情景 sound 一个声音 或smell 是味道怎么样呢 to be 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see hear or smell at a particular time 在某个时刻 你第一眼看到的 第一耳朵听到的 或第一次 第一下闻到的 这个东西 所以中文可以翻译 首先看到的是 首先听到的是 首先闻到的是 什么什么 是这个含义 这个也有 去欢迎它 来欢迎的是 这个味道 有这样的含义 所以反正 首先闻到的是 什么什么什么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体会一下这个搭配 比如说 I woke up and was greeted by bird sound 我醒了过来 首先听到的是 鸟儿在歌唱 第一个听到的是 这个声音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When she opened the door she was greeted by complete disorder disorder就混乱 咱们刚讲过 当这个女人 打开门的时候 首先看到的是 一片狼藉 完全的混乱 你看 首先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是 被这个声音 这个画面 这个味道 来欢迎她 就这个意思 所以本文中 这就好翻译了 她就闻了身体 她首先闻到的是 一阵令人不愉快的 一个怪味 而这个东西怎么样 使她相信 我确实在说实话 这是第一课 这是复习 咱们提一提就好了 convince somebody of something 叫使某人相信某事 但如果后面加重聚的话 必须改成convince somebody that 因为我们说了 that重聚前 除了个别情况 否则是不能加戒指的 所以这of 在that前面 要去掉 这是咱们老知识了 在这再次碰到 是个复习 咱们复习一下第一课里面 十四页的十三行 到底十四行 十四页的十三到底十四行 the expert will now fully convince that 注意 这是被动 但后面还正在重聚 前面off被取到了 这个专家完全相信 这个动物确实是美洲狮 但是到底从哪来的呢 本文中也是 这个味道使他相信 我说实话 这是个复习 说实话 叫tell the truth 当然是可以的 这个不是告诉某人了 而是说 讲的意思 再不是tell a lie 说谎 tell a story 讲故事 tell a joke 说笑话 这个tell不是告诉 而是讲 或者说的意思 本文中说实话 tell the truth 这回他相信了 哎呀 确实不是相说 a few minutes later i was able to hurry away with precious chalk marks on my baggage 最后一句话 咱们还是先看看 语法成本分析 a few minutes later 放在句手的画横线的部分 是时间撞语 在几分钟之后 怎么样呢 我能够 i was able to hurry away 这个没有下画线的 白颜色的句子 是句子主干 我终于能够呢 匆忙地离开了 怕误了这个车误 怕误飞机嘛 怎么样呢 后面又出现一个黄颜色的 with precious chalk marks on my baggage 这是什么结构 对了 这是咱们讲过的 独立主格结构 对不对 with的独立主格 前面那个介词嘛 后面逻辑主义是 宝贵的粉笔的记号 在箱子上画了个粉笔记号 表示通过了呗 然后在哪呢 on my baggage 我们可以看到 on前面省掉了什么 省掉了being吧 being on my baggage with加逻辑主义 加非为动词 但being一般可以省掉 在这呢 是可以看作伴随的状态 匆匆离开 在行李上带有 珍贵的粉笔的那个记号 为什么 废了半天劲 终于给画了个记号 这当然是很宝贵的 这个意思 而且咱们注意注意 hurry away 这个hurry 不是匆忙 而是匆匆的走的意思 而且这个hurry 表示匆忙的走 经常可以用副词 或者借词短语 跟它搭配 表示更精确的这个含义 比如说本文中 本句中 hurry away 这个away是副词 表示匆忙离开 再多看几个例子 she hurried away in the opposite position 他匆忙的向着 相反的方向 走开了 还是用hurry away 这个搭配 后面away加副词 再看例子 he hurried forward to meet him 他匆忙的向前 来迎接他 匆忙的往前走 hurried forward forward是副词 再比如说 we hurried upstairs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我们匆忙的走上楼去 去看出什么事了 hurried upstairs 是副词吧 叫匆忙的往楼上走 那也行 我们再看做借词 with this he hurried off the stage 一边说着这句话 他一边匆匆的走下台去 of the stage 这是个切词段语 这句话有出处 出自110页的第18行 到第19行 22课熟记台词 110页的18 到第19行 就是一边说着这句话 一方匆匆走下台去 再比如说 she hurried down the corridor as far as she could 他以最快的速度 匆匆忙忙的 沿着走廊 走了下去 corridor 就是走廊的意思 你看这后面加切词段语 再比如说最后这句 more than wanted a man hurried to the scene to donate their blood 有一百多人匆忙的 赶到了现场 来捐献他们的血 就献血了 你看匆忙的走到现场 叫hurried to the scene scene是这个 这个现场的意思 你看这个 hurried 匆忙的走 我们可以用副词 和借词段语表示 匆忙的走到哪个地方 或走向哪里 本文中是匆忙离开 可以用它 最后是很幽默的 带着珍贵的分闭记号 在我的心里 终于通关了 在这 第十一课 看似简单 但大家发现 里面的重点知识特别多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好 第十一课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 感谢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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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